我们看到近段时间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三边联盟 确实动作频频 最大的爆炸性的消息 就是美国将帮助澳大利亚 组建它的核潜艇部队 这样的一件事 澳大利亚觉得是让自己 如虎天意插上了翅膀 但确实引发了很多国家的愤怒 此前我们曾经看到过 新西兰就表明了不一样的态度 坚持自己的国境 自己的海港 不允许任何核潜艇进入 这个态度表达是非常充分和明确的 我们都知道核潜艇 无论从动力上 从它的安静程度上 甚至从它的相应的武器装备上 都比常规潜艇要高出一大截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在亚太地区 通过给澳大利亚 建设所谓的核潜艇的部队 事实上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要把自己的触手升级的越来越远 在整个亚太地区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但恐怕这会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 稳定和平的局势造成影响 这一次虽然法国表达了很愤怒的态度 但是我们看澳大利亚依然强硬 这背后我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近些年对于美国是亦步亦趋 对美国为命适从 所以在这方面 澳大利亚认为抱上了一个粗腿 对于法国的此前双方达成的意向 就不管不顾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核潜艇的确会让澳大利亚 在海军的能力上超出一大截 我想放弃常规级别的潜艇的交易 去买核潜艇甚至美国承诺要帮助澳大利亚 来装备它的核潜艇部队 恐怕让澳大利亚觉得自己军事力量 会迅猛的增长一截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澳大利亚对于美国的交易 是一去一步回头 对于法国的愤怒恐怕是不管不顾了